上期视频中在山上遇到一条腥臭无比的吃链蛇 一条胆小害羞的右脸黑鸡蛇 以及一条不怕人的成脸黑鸡蛇 今天继续我们的下山之旅 山下相比山上师度低了很多 一路上我们连一只残虫都没碰到 不过发现了一只竹节虫 竹节虫是自然界的隐藏大师 他可以一动不动的模仿枝条 你如果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一只竹节虫就会 小心点 没关系要回动了 他有个模仿 厉害 先闻上树根 好方位 不要动啊 今天都不要动 好长 在路边的树枝上我们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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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发现了一条树枝蛇把他带出来的时候由于小姐姐过于惊慌没有拍摄画面 一开始小姐姐说有条圆毛头腹就在我前面还蛮担心被咬的毕竟挨得很近 而且我还没看到蛇在哪里 当发现他之后我松了口气 依然确认这不是巨朵的圆毛头腹 而是威朵的狡花灵蛇 你看脚长哦 嗯 差不多一米死屋吧 一米死屋 我没见过个大的狡花 狡花灵蛇是一种中大型的树漆游蛇 一般长度为1.2到1.5米 最大可超过1.8米 而我们发现这条狡花灵蛇长度在1.5米左右 算得上是该物种的大个体了 狡花灵蛇通常生活在山区丘陵地带 一般晚上出来活动 主要捕食蜥鸟类和鸟蛋 他的外形也是很有特点的啊 在英文名里面 狡花灵蛇有Squarehead Kids的叫法 意思是方头猫蛇 方是指他头型比较方 猫是指他眼睛很大像猫一样 这就是狡花灵蛇的头部特点 他只在防御时才会把头骨成複蛇那种三角形 平常就是方的 然后眼睛很大 看起来蛮可爱的 跟那个比达个齿链还长黑多 嗯 明显长黑多 等三起 比达成一起 哪个是 狡花灵蛇 一般来说狡花灵蛇的性格是比较暴躁的 如果你去惹他的话动不动就会咬人 但我们发现这条非常温顺 全程都没有做出防御性攻击 也没有把头骨成三角形式威 那么作为一条微毒蛇呢 狡花灵蛇是无法对人造成多大伤害的 我以前被狡花灵蛇咬过很多次 感觉跟无毒蛇没有太大差别 主要是牙齿造成的物理伤害 好的也打扰它够久了把它放回原处吧 顺便再观赏一下狡花灵蛇是怎么爬树的 我从来都放肚里面 放生这个整个过程度 完毕了它 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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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小 你一定的名字来 放手去 在下山的途中我们发现了第二条手 名叫修炼复炼手 它是东亚复炼蛇属的一种小型无毒蛇 一般成体只有五六十厘米 我手上这条感觉长度在45到50厘米之间 修炼复炼蛇的主要特征是头枕部 有一对黄色或白色枕斑 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长长的秀色纵纹 上面点缀有许多等据的白色斑点 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和炒复炼蛇搞混 大家要注意啊 虽然名字里有复炼蛇三个字 但其实它俩压根不是一个属的 两者的外形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头上有个伤口 你看那个车条 修炼复炼蛇应该是 有修炼复炼蛇出没的地方通常会有水源 因为修炼复炼蛇是一种半水漆蛇类 主要捕食蚕蚱 蛙内蝌蚪和小鱼 恰好我白天来探路时 就在这不远处看得有山泉水流下来 这名山里面是有水源的 好了拍的差不多了 该放它回去了 我先给你妈咬下来 那是一片的 那是一片子 那是一片子 我们下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距离那条修炼副炼蛇几十米的地方 同一个排水沟里 我们发现了第三条蛇 剧毒的圆毛头腹 它是一种中大型奎科毒蛇 成体长度为1到1.2米 最大个长到1.5米 我们发现这条还是右体 可以看到圆毛头腹与脚花灵蛇 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除了前面讲过的头部差别以外 最明显的不同就是 圆毛头腹身上的斑纹是上下对齐的 而脚花灵蛇是错开的 那么圆毛头腹也是我们重庆最常见的一种毒蛇 哪怕是在主城区也有很多圆毛头腹 作为中国十大毒蛇之一 圆毛头腹的毒液自然也是不赖的 咬人可导致局部疼痛肿胀 鱼斑发脂 部分出现水泡坏死 严重者会因全身出血 导致非典型DIC和急性肾衰竭 早期没有抗毒血侵蚀 圆毛头腹在中国台湾创下了8%的致死率 随着医疗的不断发展 现在致死率已经降到很低了 所以大家被咬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移 不要耽误病情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蛇 远离它好吧 好了最后我们就来静静的欣赏 这条美丽的剧毒蛇吧 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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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好 OK OK 我原来有个蜘蛛 那你下点下点下点 好 把脸找着 OK NICE 不要动 动吗 这个手机还要动 还是要动 好 不错 也是要动 给它把鱼肉拿起来 好丝 干嘛 他说我不动脖了 他说这个鞭皮太厚了 好丝 好丝